嗨 大家好 我是大沛 今天的影片呢 是要跟你們分享我的年度愛用刷具 其實我手上的刷子有非常多 應該就是幾百把都有 那我很少會特地 一直重複去拿哪一把出來用 我通常洗乾淨拿到誰就是誰了 那今天要分享的這些呢 是我會特地重複用 因為它特別好用 然後有一些比較不容易被取代的特色 那第一個呢 要分享的是 確實有兩把刷子它出的 那我會把它當作蜜粉刷 或是粉餅刷來用 它的特色就是呢 它是我小數 就是這樣子接觸皮膚 然後我覺得非常舒適的刷子 因為我是乾淨又容易泛紅 所以通常 我很少用那種 就是毛這樣垂直去碰皮膚的刷子 我常常會用那種扁扁的刷子 是這樣側面上妝 就不會刺激我的皮膚 它非常的蓬鬆 非常的柔軟 然後它很有彈性 所以它在取粉啊 試粉啊 做一些暈染啊 點拍啊 效果都非常的好 所以上蜜粉 大面積 然後或是上粉餅 要增加一些那種遮瑕度 要放比較多粉量上去的時候 這個都 非常非常適合 非常非常的舒服 這樣輕輕按壓的方式 我就不需要用掃來掃去啊 然後面積夠大 這真的太舒服了 再來呢 就是這把 其實這意義啊 跟剛剛這個確實有兩把刷子 其實是蠻類似的 它都是走的那種 就是微風扶過你的臉 然後 非常的蓬鬆 非常的輕柔 完全不刺激 柔軟 但是卻很有彈性的這個風格 只是它們是不同的來源 這個是情緻的 我只要是要小範圍的上 顏色比較重的東西 我怕失手 我都會用這個 像譬如說 現在 我現在很喜歡把腮紅上在 就是小小的範圍 然後比較靠近這個地方 不會像以前就是著重在蘋果肌的地方 有點類似眼下腮紅的意思 那我就會用這一把 或者是有一些超級閃亮的打亮 我如果想要降低亮度 我也會用這個 所以這算是很萬用的 可以薄薄的 然後沒有邊界的 上產品在很小的範圍裡面 再來呢 是這把小小的扁刷 這個是我今年才開始買的牌子 叫七彩刷刷 那我買的這一把呢 它是屬於那種 可以很局部 然後壓上很足夠的粉量 但是呢 它又很有彈性 譬如有時候 妝容的重點要放在眼下腮紅 其實它都很清淡的時候 我就會出動這一把 然後它按上顏色之後啊 在邊緣把它彈開來的 那個效果非常好 這把刷子手感非常棒 就用得很順手 會一直重複拿出來用 或者是你在做眼下的定妝的時候 它可以把那個蜜粉很確實的按在皮膚上面 所以你如果要做baking啊 或是什麼的話 這個都非常非常的適合 它就是屬於扎實型的 再來呢 跟剛剛那把比較扎實的類型不同 這個也是七彩刷刷他們家的 這個很特別 平時很少用那種 我有講過嘛 很少用那種 直立會垂直戳到皮膚的刷具 現在很流行那種 雙層毛點彩刷這種刷子 我就沒有那麼常用 它雖然輕柔歸輕柔 可是它總是會 垂直的就是 掃我的皮膚 我還是喜歡用舌型刷 用毛的側面來彈在皮膚上的 那這把呢 就結合了兩個功能 你們看它是雙層毛 所以它其實有 點彩刷的效果 點彩刷的精髓就是說 它底部的毛會抓住上面的白毛 讓白毛 雖然量沒有那麼多 但是它可以很蓬鬆又很有彈性的 固定在原地 這個就有抓住那個精髓 但是呢 它又是 就是有點舌型的概念 就是有點 胖胖扁扁的 然後又有點彩刷的那個 可以很輕薄的 掃顏色上去的那個意思 所以我就非常非常喜歡這把刷子 如果你要局部 然後彈上去 喜歡點彩刷 可是又不喜歡 軌直的這種 這種刷型的話 這個真的很棒 再來呢 是兩把 這叫什麼 手指刷 指副刷 我其實買了很多 可是我比較常用的是這兩把 這個小的這一把 指副刷呢 是勤製的 這把紫色的這個是 鍋小妞 那鍋小妞呢 它出兩把 一大一小的都有買 可是我常用的是它的小的 然後勤製的呢 也是一大一小 我常用的是它們的小的 雖然兩把都是它們家的小的 可是大小差很多 那勤製的這一把 我會用在 譬如說 比較細節的地方 髮令紋啊 那種 一條線的那種瑕疵 或者是斑點 痘痘 那種局部的小小的瑕疵 我會用這個 不只是它的這個 呃 尺寸的關係 還有一個就是 輕質的指副刷 它的刷毛那個 彈性 力道比較大 那鍋小妞的它是 稍微再 力道再輕一點 稍微再鬆一點 的那種毛質 所以 呃 不只是尺寸的問題 也包括它的力道 像 呃 遮斑點痘痘 我就會不希望它的那個遮瑕 被推得到處都是 它最好集中在局部 需要的地方用到就好 所以我就會用 輕質的小的 那鍋小妞的這一把小 它的小的 我會用在 稍微大一點的範圍 譬如說 呃 底妝之前 用一些校色 修飾一下泛紅 修飾一下 黑眼圈 或是那種 局部的膚色不均啊 暗沉啊 或者是 膏狀 液狀的 打亮修容 上在局部 我都會用這一把 所以這兩把是 完全不一樣 從 尺寸啊 毛質啊 都不太一樣 然後都是好用的 再來呢 是 今天這個影片 我自己認為的 重頭戲 我覺得 最最最最 讓我 喜歡 然後沒有辦法取代的 居然是 這兩把 刀鋒刷 這個是 七彩刷刷他們家的 然後它看起來長得 很普通 照片上 圖上 我真的也看不出它 任何跟別人不一樣的地方 我就隨便亂買的 隨手亂買 然後呢 我收到之後發現 它跟我手上其他的 刀鋒刷 比起來我真的有 各家廠牌 很多不同的刀鋒刷 這個啊 是我覺得 能夠讓 眉粉 這種產品 最 俐落 最有 線條感 最有毛流感的 一把刷具 我自己眉毛 眉尾地方其實是 滿空的 眉尾毛很少 那我如果要用眉粉 來上出毛流感的話 不然就是得濕用 不然就是得用很深的顏色 那個刀鋒啊 看起來再扁再扁再窄的刷具 有時候可能是因為 毛質的彈性的關係 或者是它 濕力之後它會有點 壓到變寬 還是怎麼樣都有可能 總之它們會 沒有辦法畫出那種 俐落的線條感 可是這個刷子真的可以 它的大的小的我都常用 像大的我就常常拿來畫 眼線 用眼影畫眼線 它就可以畫出 既俐落又柔和的線條 那小的我會拿來畫眉毛 因為我的眉毛沒有那麼粗 然後我也不習慣用太寬的這種 很容易就不小心就畫出去了 像比較液體眼線 液筆啊 眉液筆啊 它畫起來細歸細 可是它就是有一種銳利感 那用眉粉 或是用深色的眼影 然後配這個刷具 畫出來的線條很細 但是它是既細又柔和 所以就會有那種人家 野生眉野生高的程度 會有點過頭 會很像熬敗的感覺 可是用這個啊 用眉粉來上 它就是有柔和的毛流感 你分餅就是有一根一根的毛流感 可是你又不覺得它很陽剛很不日常 所以這個是我覺得非常難取代 然後我很高興我隨手亂買到它 然後它也不貴 但是它能夠做出來的那個 又細 然後又俐落的那個毛流感 是我手上其他的刷具沒有辦法做到的 那以上呢 就是我今年愛用的刷具 希望你們會喜歡今天的影片 或者問題都可以在底下留言 掰掰